大家好,我是肥虎 冬季什么天气好钓鱼 冬季什么时间段好钓鱼 我想这是应该很多钓友所关心的问题 因为冬季和别的季节不同 如果我们选择出钓的时机不对 或者是这个时间段不对 有可能我们一天一条鱼都钓不到 根据入冬以来近两个月的垂钓 总结了一点小经验 分享给有需要的钓友 概括起来就是四不钓三钓 今天就把这些分享给有需要的钓友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不适合垂钓的天气 第一个就是寒潮来临的时候 就是特别冷的时候 这个时候温度急剧下降 鱼味才也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应 这个时候它们就会躲在深水 或者是钻入这个泥中 因为那些地方比较暖 所以我们在这种天气去垂钓的时候 效果不会很好 第二个就是下雨天 下雨天在其他的季节效果特别好 但是到了冬季以后却恰恰相反 所以我们到了冬季 碰到这种有下雨的天气 第一个天气比较冷 我们出去容易感冒 第二个这种天气真的不怎么出雨 所以钓友们碰到下雨天 尽量在家里面喝喝茶 看看手机 第三个就是下雪后 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言语叫 下雪不冷 化雪冷 化雪是真的冷 冷得刺骨 明显的感觉到冷得刺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都感觉到冷 那么鱼它肯定也会感觉到冷 所以在化雪的时候也不建议钓友们出去钓鱼 因为这个时候不但我们人受罪 而且我们的鱼货也不会太好 所以在这种恶劣的天气的时候 我们尽量待在家里 第四个就是夜雕 最近很多钓友问我 夜雕的效果怎么样 冬季夜晚的温度也是全天温度最低的时候 你想一下白天温度高它都不吃 晚上温度低它会去吃吗 所以在效果我们可想而知 肯定不如白天 所以建议钓友们如果想夜钓的话 前半夜钓这个十点多钟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不好钓的天气 那么我们下面说一下什么天气比较好钓 第一个晴天 尤其是连续升温的晴天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前几天的视频 效果都不错 基本上出钓就是十多斤十几斤的小鸡鱼 因为连续的升温呢 这个小鸡鱼会从深水跑到潜水来蔑视 而且这个口特别好 但是大鸡鱼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鸡鱼在秋季的时候 已经储存了相当多的能量 它已经把这个准备过冬的这个能量 已经储存好了 但是这个小鸡鱼啊 因为它个体小 它储存不了多少能量 所以它早早的已经饿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 垂掉的小鸡鱼巨多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刮南风 或者是刮西南风的天气 大家都知道 刮西南风啊 气坏老鱼翁 因为这个时候温度急剧上升 温差比较大 造成雨又不适应 在其他的季节效果不好 但是到了冬季 却恰恰相反 由于温度上升 雨感到舒适了 它就会跑到潜水来觅食 或者是这个太阳照射的深水这个地方来觅食 所以碰到这种天气的 我们也千万不要错过 也有可能是一个 框拉抱负的一个好天气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下雪前和下雪中 我想应该很多调老都看过一些视频 一些调老在下雪的时候 有的顶着鹅毛大雪 但是这个时候它的效果就相当好 有的调老都舍不得回来 这也是因为我们下雪的时候 它的温差比较小 温差小 而且温度也不是太低 那么这个时候雨也比较活跃 因为雨有感知的能力 它知道这个时候暖活 那么过两天化雪的时候就肯定了 所以它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个疯狂的密时期 这也是冬季最好调的一个时期 我们调老千万不要错过 那么具体什么时间段好调的 总结了近一段时间的上雨的时间 大多都是上午十点钟到下午四点钟 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调老出去垂吊的时候 也要有一定的选择 选择这个合适的天气 合适的时间段去垂吊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渔祸肯定会比较更好 我们调的也会更轻松一点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也要真是 请关注库外追悟 拜拜 感谢观看